大家好 又是講故事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講的路線就是 九巴西瑞店960X 在介紹這條路線之前 我們真的在故事上講一下 本來我們沒有拍攝這條路線的計劃 原本拍攝的路線的確是在大西北 不過是在天衰為時中心出發 大概要6點半前到達 我們5點20分已經上水 打算飛鴻灣入元朗再轉鐵 誰知道上了紅車輛就是最大的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紅車輛足足20分鐘都不肯開車 唉 真心想 總之只有276P啦 沒那麼生氣 好了 終於肯開車了 5點45分鐘終於開車 巴士上面 看到的車輛整天 紅車輛車我真是第一次 結果落車的時間 變得趕不及到天衰為 唯有轉計劃啦 那至於本身想拍的什麼路線呢? 那就先買一下關節 大家也可以留言估一下 不過其實應該不太難估的 有提示的 好了 拍不到天衰為那條線了 唯有南亞吃過早餐 然後就進入洪水橋試乘這條960X 過海巴士路線960X 就由這個9巴動型 屬於960線的特別班次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正是早上發磨時間 由洪水橋開出 單樣去側而空 這條線呢 會先經過南地 良田 最後會走全門公路 3號幹線 經九橋 去到西瑞 堅得快的 因為這條線是五經金鐘 就是劫上林時街天橋 再下中彎妖 東區走廊 港島第一個站 就已經在北角了 北角的傘華洞 最後到周年充 感受上這條線 都真是快 不過呢 就要偷視乎你在哪裏上車 如果你問洪水橋的朋友 我想他就不會說得太快 因為經過南地交會處 還要多多良田 而不是走全門公路直走 看看客量 這輛車全程有105個人 都在屯門上車 這輛車是3ATENU 所以上下層的座位加起來 應該有98個 也就是大概有7個人 站出港島 再看看屯門分區的客量 由洪水橋開始 去到府里 上車的客量大概22人 即是佔客量兩成 良田3個站加起來有33個 所以不入良田 九巴真的未必肯 客量真的未必足夠 洪橋屯市加起來有34個人 所以簡單來說 你也可以說這條線的客量 好像是三國已然一樣 評分秋色 屯門公路轉車站上車 有15個人 這個位置反而 我覺得客量比我預期中低 而在西水上客量不多 只有2-3個人 至於港島停車站 又是三個站 客量分佈也挺平均 也算是另外一個3個人 這條線的前景其實不錯 隨著洪水橋發展來說 人口應該會不斷再生 到時應該就絕對有條件去拆線 洪水橋的客人 如果不用良田的話 應該可以大概休息15分鐘 至於中環繞的落城時間 其實真的不錯 剛剛可以避開了 中上環的濕色熱點 亦都可以希望 未來多一些西水的東區 全日線 現在只是繁忙時間 我覺得大塞不禁頭那麼多 真的約不起一條東區全日線 好了 大家都休息一下 說話就先說到這裡 下車的時候再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停點 中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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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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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